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知道你們喜歡看我拍的三副系脈開箱影片 不過曾經有朋友跟我透露過 覺得我介紹的衣服漂亮就漂亮 買了Forka之後發現原來自己不懂怎樣配襯 來來去去還是T-Shirt牛仔褲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介紹一個網購平台 叫做Cody Book 一定可以幫助對於配搭衣服有煩惱的這麼多位 Cody Book是一個主要買韓國服飾和美張單品的購物平台 除了網站之外,他們還有APP,非常方便 可能你會覺得又是一個賣衣服的網購平台有什麼特別 除了全球免運費這麼大的優點之外 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在介面裡面 不是只有衣服的連結這麼簡單 還會有一些Blogger他們分享穿搭 如果你覺得Blogger配搭得好看的話 還可以在分享畫面那裡直接找到衣服的連結 有些衣服你會覺得自己平時介入不到 不知道怎樣配搭 但當你看到別人怎樣配搭的時候 可能會發現到一些新的想法也不奇怪 而且在網站上定期都會有一些穿搭貼士的小文章 例如一條米色褲怎樣可以有十種不同的配搭方法 所以大家都可以有空上去看看 學多些不同的穿搭技巧 簡單介紹完Cody Book之後 最實際當然是選幾樣的單品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我還嘗試了根據他們網站上的Blogger穿搭 直接整套帶回來穿上身給大家看 我也很想知道究竟是否一定要無特兒身型的人才撐得起他們分享的穿搭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箱啦 這次真的是三副鞋袋化妝品樣樣齊 我全部都沒拆膠袋留給大家一起開箱 那套衣服我最後才試給大家看 因為應該是打大哥的 首先分享一些我自己選的產品 自從頭髮長了之後我很想走一個輕熟姐姐風 所以選的衣服都是偏韓式only feel 例如我手上的這一件我很喜歡它的版型 所以直接包了兩隻顏色 有我手上這件純白色 還有這隻粉綠色 你會看到它開胸的設計可以直接當上衣 或者當外套穿都可以的 不會硬斑斑的麻布質地 現在這個天氣穿就最適合了 這件衣服這麼斯文 當然很適合上班 但是我覺得它更加適合和朋友一起去咖啡店 拍照打卡 或者去參觀一些藝術展覽 展示自己有氣質的一面 都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它的質地是屬於透氣的 所以日後的時候都不怕焗到全身汗 但是去到晚上的時候 它又不是薄熱熱那種 不怕自己凍傷 所以現在的天氣就非常適合了 除了當普通上衣服外 它還可以做外套 裏面搭配一件很簡單的吊帶背心 就已經很漂亮了 今年韓國特別輕短袖西裝外套 我身上剛剛這件 都滿車邊算是 但是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西裝沒有了領子 眼是差一點的 所以我就選多了一件 是米色麻質的短袖西裝外套 這件穿出來的輕熟感和氣質 真的不得了 裡面很簡單 背心牛仔褲 搭配一雙斯文的鞋 穿出來整個的感覺 簡直是不出聲 都可以騙到人了 雖然它是一件外套 但是質地絕對不會厚重 還很透氣 它是一些很輕薄的麻布質地 穿上身不會覺得很親膚很滑 但是反而有另一種的質感出來的 在分享跟著Blogger入手的一套衣服之前 還有兩樣單品要說一下的 韓式輕熟風對我來說 不勒缺少的一件事 就是一些高跟的幼帶涼鞋 在我心目中韓國姐姐風格 一定離不開這個方形鞋頭 穿出來整個感覺跟平時的圓頭是不同的 它的肘肘大約6cm左右 不是一個輕鬆跑步追巴士的高度 但是因為粗肘的設計 走起來都會很穩陣 不需要擔心衛生問題 全身的 而為什麼會選到這麼高肘呢 如果你同樣都是小粒仔就會明白 有陣時很想穿闊腳褲 但是襯的鞋子平底 或者是有少少肘都好 褲子都很容易碰地 或者看上去的腳是極短的 所以真的要有一雙高跟的涼鞋 放在家庫門口 在Cody Book除了可以買到服飾之外 還可以找到美妝品 我手上這一盒狗色眼影 是想入手很久很久很久的了 我想有留意化妝品的朋友 應該對這個牌子的狗色眼影盤不會陌生 我終於可以開箱了 一看就知道我選的這個顏色 都是走氣質路線的了 我想說看到實物真的很漂亮 而且那些牙色摸上去是很滑的 這隻顏色呢 原來它是挺顯色的 我以為那些顏色這麼淡淡然 看上去摸上去一定是那些很輕飄飄 但是不是啊 有留意的話就知道韓國官網是不停斷貨的 所以一直以來我也不知道有什麼渠道 是安心入手的 這次真的超級無敵開心 最後就是我跟他們的blogger 直接整套入手 有褲子、背心、外套、袋子和頭色的 我也很想知道穿出來是怎樣 首先說了褲子 是一個闊腳褲的 很想買闊腳褲很久的了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版型和有多闊 才適合我這個小短腿 所以這次想看看他們夠不夠 user friendly 我覺得這個闊度未算到很浮誇 是一個可接受範圍 但是又不會說很窄、不頂不掉 它的顏色跟我現在身上的西裝外套是有點像的 但是質地沒有那麼硬 它摸上來是會再有質感一點 然後闊腳褲是舒服很多 親膚很多 大家會看到那種軟綿綿 然後上身就會是一件紮染的吊帶背心 短版的 我是超級無敵 喜歡窄染色 所以為什麼會選擇這套呢? 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 當然我這個身形還未可以穿著吊帶出去 走來走去的 所以它這套衣服是有一件外套 不過外套是不是有點短? 我未試過穿這一類型的風格 我現在很擔心 還沒換出來的時候 它是長袖、網網 所以不是用來保暖用的 是用來風格上、風格上 新嘗試 好緊張啊 最後還有一個小袋子 一個很可愛的 又是米白色的 布色小袋子 我現在換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樣穿出來又挺好看的 壞鬼 大家都知道這個絕對不是我平時的風格 但是我打算根據Blogger他們的穿搭 這樣入手整套衣服 會不會穿在我身上呢? 是奇奇怪怪的 然後穿不到那個穩味出來 又不錯啊 所以我想不同的身形 你們在Cody Book裡面 都會找到適合你們的穿搭 全套穿搭完全沒有違和感 在街上看到 一定會以為你精心配搭過 很多單品都是今年流行當中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不懂配搭的話 這樣直接整套買回來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以上就是今次我在Cody Book入手的一些東西 有沒有覺得很棒很吸引 馬上讓我燒到很想趕快下載Cody Book App 當然當然 我亦都跟大家爭取了一個觀眾小優惠 由現在起到10月10日 只要用我的優惠買HIDI 11 買每50元以上就會有11%的優惠 趁現在夏末初秋的轉季季節 不要等了 快點去看衣服吧 如果你喜歡韓國服飾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新 以及星期日更新到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了 Bye Bye